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数学在物理学和科学中占了甚麽位置 传统老生常谈也说 数学就是科学之后 总之没有这个数学 很多很准确的科学就无从说起 所以很长时间内 如果做一些比较硬科学的东西 现在不仅是物理世界的物理学 任何牵涉到方程式用数学去计算的学问 我们也认为有数学的方法去加持 令这个学问更加正确和更加有系统 但有时数学的概念 与我们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关系 举例 开方二算不算没有关系? 开方二如果你有读过《不是定理》 这个《不是定理》就在现实上 你知道是一个什么形状的 那条鞭有多长 和什么公式有关 变成是有现实意义的 它可以帮你计算一些问题 你建一栋楼去砌柜 究竟那条鞭有支撑要多长 你发现这些开方的东西 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开方二在世界上 哪个角落我们找到这个数字 开方二 英国说开方任何一个整数 已经是因为它不是定理的缘故 所以是存在了 不过它不会写一个数字给你知道 例如你有砌得正方形的戒砖 打对角的就是开方二 所以是已经存在的 除了开方二 开方负一呢? 那就麻烦了 开方我们以前说 你开方不可以开方负数 开方负数就没有东西看 但如果我们容许开方负一存在 我们整个数学世界就会打开了另外一门 那样东西叫一个虚数的世界 我记得在多久之前 我们几个月前做科学新知 都试过特意找一截探讨 究竟虚数的现实意义是什麽 我们那时纯粹举了几个例子 但其实很有趣 有兴趣 这个问题的当然不止我们 实际上真的做研究的人 他们都会不停问 在世界上在哪里 我们可以找到虚数的现实意义呢 虚数这件事是否可以 在我们的思想世界 数学世界里面存在呢 会否真的会走进去 我们的现实上有意义呢 回顾一点点 我们上次讲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的 如果我们讲到 量子的世界里面 我们讲得那些叫做量子力学 那些几率分布的东西 但是有一件事叫做波咸数 原来这个 可以含有虚数的波咸数 它是能够最后反映到 这些物质 它在这个空间分布里面的几率 即是说如果你要去 认识量子力学 你也承认量子力学 变有虚数的咸数存在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你解释到现实上 你观察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些机率分布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会说 原来你去 透过承认这个量子世界 承认这套量子力学的理论 你是能够解释到 这些物质世界的一些现实意义 所以我们会觉得 量子力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说 虚数这件事 就不只是存在着 我们数学世界和思想世界 它是有一个现实世界的意义 但这个我们怎样理解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的问题就是 一我见到 是的 实际上你见不到 但譬如说 一个球体 这个是一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有一个球体 我们用一这个概念 就是你存在有一样东西 是一 但开方负一是什么 这样说 除了数字上 开方负一是什么 你说现实世界上 如果有一样东西 牵涉到一些开方负一的东西 就是说你在现实世界上应该接触不到 譬如现在我有一个球就是一个球 我现在有 一加上开方负一这么多的球 那是怎样呢 你在现实世界那里看 我们因为生存在现实世界 所以我们 只能够看到一个整体数学世界 在现实世界的投影 一加上开方负一这个东西 是有现实世界的成分 有虚的世界的成分 但我们只能够感受到现实世界的部分 所以我们只看到一个部分 另外一部分 基本上我们就 似乎 我们一直认为 没有办法接触到 但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 原来就是说 当我自己本身学习物理 在物理学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原来有几个情形里面 有人尝试努力 去找一个答案 我们可否透过一些方法 来透过一个现实实验 来量度下 究竟那个虚数的部分 究竟会不会是存在的 原来我们都可以量度到 是有这些例子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 我们可以真是透过一个 刚刚这个星期的一个报道 就更加跟大家讲得深入一点 在一些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有办法去读取到 虚数的现实意义出来 这很矛盾 一方面就是说 这件事我们在现实上 感官不到 感知不到 但我们又可以用实验方法 去想一想 去估计 如果那件事存在的话 究竟是什么 是否很矛盾 我觉得绝对是 我记得我以前去学些什么 学一些物体的震动 你譬如一条锁匙绑一条绳子 有得去摆 一个钟摆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摆到永远 但我们知道 就是你有阻力 所以它摆幅越来越小 那摆幅越来越小的原因是什么 来自阻力 那来自什么阻力 我们说是空气的阻力 或者可能是上面磨擦机件时的磨擦力 然后你真真正正 把它放在牛顿力学的公式里计算 这些钟摆运动 一旦牵涉到有损失 有消耗的时候 原来是有 虚数的作用在背后 于是乎 我说这么大个人 第一次可以看到 有一些系统里面 原来虚数有意义的时候 就是一些可能一路震动 但不停地受到 阻力 令到虚减的系统 原来震动的频率 就可以是一个虚数 但我们计算的部分 如果只计算震动的部分 只计算到频率的实的部分 现实的部分 频率里面虚数的部分 可以怎样反映 原来可以透过 摆动的虚减程度 就可以反映 这件事反而由我们的牛顿力学 教我们 不是 虚数 我们虽然在很多情况 不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我们 应该这么说 我们如果把自己困住在某一个 学角度里面 去了解虚数 我们就 想不到虚数的灵活走位 刚才我说 一个钟摆 它一路摆下摆下 越来越衰减 我计算到它的频率 如果我 只是懂得想 由它的频率快慢 去了解这个频率 它的实数和虚数是什么 我们只是看到实数的部分 但原来虚数的部分 它可以走到另一种 物理现象 去找到 这一样 可以由 物理世界给我们 对一个数学世界的体现 即是说原来有时 虚数这些东西 在某一些特定情况 它是可以由一个 另外 物理世界的另外一种现象 反映出来 而例子 不仅限于 刚才我们所说的 震动运动 这两样 最初思考虚数的数学家 他没有想过实际应用 我估计 是纯粹玩一个数字 是 即是说如果 他没有想过 阿森你说的 我们在波幅里 找到虚数的成分 他没有想过这件事 是的 或者我解一个做法 有时解到 遇着开方负一的东西 我们经常停在 不算了 但如果我们假设他还能计算 最后会出到什么 需要一个思想上的跳跃 第二件事就是 一个虚数加一个实数 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 complex function 是的 我们叫实数 加上一个虚拟开方负一的部分 总体上我们叫幅数 complex number 是这样的概念 在高中数学 就会接触到这些 不是很深的东西 中四就读过了 是的 如果你比较高 就是中三 如果你说高中数学的程度 你纯粹把它当成一个 普通的数学trick来玩 到真的读到大学的时候 你就才有机会欣赏到 原来有一些 物理的现象 你真的要懂得有这种虚数 才能够理解下去 我刚才说的例子 中学时代 你算中摆运动 你永远将它当成一个 现实的真正的函数 任何牵涉到复数 虚数的实际情况 就是out of syllabus 学考试就不会考试 不是 有点聪明的 在 syllabus 以外很多 我们过程还是我们过程 但是老师也要跟他说 如果你想考虑一些 更加实际 更复杂的情况 你就需要学到复数 complex number 这门的数学就可以令到你 将你再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 我们说了一个基础 我不知道观众听不听得懂 有什么新东西 新闻是这样说的 有物理学家 发现了一种方法 其实说得仔细一点 他在某一个特定的 物理学系统里面 他找到一个 能够测量到这个虚数的意义 但是 他在英国的 New Scientist的 雜誌上刊登出来的 我找到文章看 其实看完 我觉得他虽然很努力地 去做科普 用简洁的文字来说 但是我觉得 都是讲到一头无水 但是 我自己去找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有趣味的细节 可以跟大家交代 所以我觉得今集我们可能 都用了多小时间去谈论问题 试图起源的地方 应该是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应该是一位女的数学家 免得译过中文名 应该是学家 好了 我们从哪一部分开始 因为他牵涉到磁场 他说他找到一个方法来 量度下一个叫 虚数磁场 已经有什么现实意义 他能够量度一个虚数的磁场值 我们知道如果实际有磁铁有磁场 我们有一个单位去量度 Tesla就是一个磁场的单位 或者用另一种叫Gauss 这是一个磁场实数值的单位 刚才你说的全部是人名 是的 你说磁场虚数值有没有现实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 或者这么说 是好看你在什么系统里面 给出的意义可以不同 在这里来说 我自己原来一直去找 他找的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物理系统里面 在一个很特别的物理系统里面 他就能够找到 那种大虚数值的磁场 原来能够转化成为另一个物理量 让你去量度 然后他就建立了这个实验 去量度它出来 但当初什么人去提出 可以做这些实验 就不是他的 他们就是有份帮忙 跟别人提出的一些方案 自己去量度出来 然后量度到 但我也觉得了不起 这件事 这个意义就等于 好像当年 杨振宁 李政道 他们想到语情不守行 不如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实验 接着胡建宏帮他们做 现在他们就好像扮演一个角色 有人想到这类的实验 我就怎样将它付诸实行 就由今次这个中国的小组 就做了出来 他们就找到 在这种特定的物理系统之下 那个虚数的磁场 是怎样去量度出来的 好 看到那个新闻就说 这个是quantum light 其实是什么呢 我想留下一次 因为整件事 技术含量很高 极高 极高 那还牵扯很多问题 刚才你提到 他是不是应该跟 这个杨振宁 李政道 当年做过的 那个理论有关系 是的 而且就不是 他们在拿诺贝尔奖的研究 而是在他们未去参与 那种诺贝尔级数的研究之前 他们一起去做的研究里面 那些叫统计力学研究里面 就是已经是杨振宁李政道在当时 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定理 而既然基于这些比较重要的定理 我们今时今日 竟然有人去利用了这个理论上的结果 来帮忙 去将这个实验的设置 和最后 虚数持长的那个值 是放了一个关联 然后才造就到 今天有人可以用实验来量度 让我们可以多一个例子 来了解一下虚数有什么现实意义 那么长的故事 我们留下第二节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神秘的事 第一节 2022神秘的事 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身出来 大炒大赖说要下机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隔壁的那个 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说 其实那个女人可能是没有说谎的 就是说 坐在那个女人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图你怎么看呢 这件事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事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事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呢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涛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就扮我们在做节目的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这些人就在追着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对吧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涛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呢 就不要紧要的 最紧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就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东西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只是我和台长 我和阿几涛 对不起